他们是全世界唯一幸存的军队 但就在刚刚所有士兵们被紧急召集 雷达显示森林中一群未知的生物 携带着诡异的强电磁辐射 正在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朝着基地迅速逼近 突然 基地内的灯光在辐射的影响下全部熄灭 未知的恐惧在士兵们心中蔓延 焦躁不安的警犬也狂笑着朝着森林中跑去 下一秒所有人只听见他痛苦而局促的哀嚎声 察觉到不妙的指挥官刚发射出照明弹的时候 无数的黑影响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当眼前幸存士兵睁开双眼后 发现自己被一头体型巨大的棕熊压在了身下 队友及时地将他解救了出来 他这才震惊地发现原来未知的敌人竟是无数的棕熊 没人知道为何棕熊会突然失控袭击基地 他们也并不清楚自己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幸存的军队 时间跳转回一个月前 先是一架飞往巴黎的航班突然断电失控 接着下一秒全世界所有地区陷入到了黑暗当中 仅存的光亮只有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 这也是全世界唯一幸存的城市 为了弄明白这一切 军方立即派遣军队前往周边城市调查 可眼前的种种迹象表明 陷入黑暗当中的近80亿人类在一瞬间全部死亡 然而此时一名士兵突然受到了袭击 等到其余队友赶来支援时 就看到袭击者从高楼直接跳了下去 更诡异的是当他们对袭击者发起攻击时 哪怕他被无数子弹击中 但依旧毫无影响地逃走了 事后 科学家经过对待回来的尸体将近一个月的研究 他们才震惊地发现黑暗区人类的死亡原因 竟是因为人体自身分泌出的神经毒素杀死了自己 而女上校来到基地的目的 也是为了组织士兵继续深入周边的黑暗地区进行调查 可士兵们还没走出多远 就看到了让他们更加震惊的一幕 前方的城市仿佛经过了一场世纪大战 高楼大厦都被未知的武器拦腰截断 这一幕也引发了莫斯科境内新一轮的恐慌 为了逼迫政府尽快调查出真相 游行示威的民众开始冲击守卫 用暴力和血腥表达着他们内心的害怕和恐惧 为了平息内部的混乱 高层除了派遣更多的士兵扩散出去调查之外 也不得不起用他们绝密的超能力战士 尽管这些超能力者不能隔空取物 也无法以一抵白 但他们的意识可以像无线电一样 接收外界传来的神秘信号 眼前的男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天一个自称神使的人突然入侵了他的意识 神使告诉男人 如今发生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 他的第一波攻击毁灭了所有的电子设备 第二波攻击则是启动了所有生物体内的自我毁灭机制 而最后一波 就是控制着黑暗地区幸存下来的1.6亿活人 对他们发起无差别的攻击 直到消灭掉所有人类达到重新占领地球的目的 军事基地被宗雄袭击就是第三波攻击的开端 而他找到男人的目的 是他身后的另外一个神需要通过他的超能力找到控制者 这样才能够阻止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可男人明显是一名无神论者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拒绝 可不久后 又一名黑衣男直接找到了男人 他告诉男人他叫耶稣 而他正是神使背后的神 说完后他解开了头上的面罩 赫然是一副非人类的面孔 恰巧此时女上校也走了上岸 看到她的第一时间上校警惕地掏出了枪 同时赶忙呼叫警卫 可耶稣却一点也不慌张 只见他直接闭上了双眼 下一秒守卫的枪却突然对准了女上校 正当他疑惑时 他又惊恐地发现耶稣竟变身成了自己的模样 而他自己则成了耶稣的样子 接着耶稣缓缓靠近女上校 他告诉上校自己并没有恶意 他现身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剩余的人类 来到会议室后 耶稣告诉女上校 它是来自遥远星系其他星球的高等生物 它们的星球马上就要完蛋了 所以选中了地球成为它们的殖民地 然而因为它们的星球距离地球太远 所以早在20万年前 他就作为先遣部队带着生物病毒来到了地球 目的是为了改造地球达到它们的殖民标准 而所谓的生物武器就是繁衍至今的人类 这也是为什么几千年来 地球人曾把它称之为神的原因 和他同一批来到地球的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撒旦的同伴 也正是他释放了致命辐射让世界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而当时莫斯科刚好被月球挡住 所以成了唯一一个幸存的城市 此时的耶稣已经控制着黑暗区的1.6亿活人开始发动攻击 目的是为了让明天它们星球的殖民飞船顺利抵达 而耶稣并不希望看到全人类被毁灭 他更希望和人类和平共处 所以他必须先解决掉撒旦 前提是通过男人的超能力找到撒旦的位置 只见他用手按住男人的额头 一瞬间男人的超能力瞬间被放大 一栋大楼顶端的撒旦 就在他飞快地将大楼的样子画出来时 撒旦同一时间也察觉到了男人的意识 众人立马朝着大楼赶去 但诡异的是临走前男人却被耶稣留在了基地 等到女上校发现男人不在 刚准备掉头回基地时 就看到天空中无数导弹朝着基地行 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基地一瞬间就被剧烈的爆炸所吞噬 原来耶稣知道男人被撒旦发现后一定会采取行动 为了不让所有人全军覆没 他只能牺牲掉整个基地来争取时间 所以现在的他们成了全世界仅存的人类了 当异形人赶到大楼所在的城市时 被撒旦控制的人类傀儡早已严阵一带了 短暂的沉默后 他们向军队发起了自杀式的袭击 无奈之下 指挥官只能忍痛下令还击 装甲车毫无保留的枷锁 配合着强大的务力 整个城市瞬间化身成了人间炼狱 终于 他们从无数傀儡大军中突围了出来 在指挥官的命令下 装甲车直接冲进了撒旦所在的大楼 又解决掉大楼内的傀儡后 指挥官和上校下令一部分士兵跟着耶稣前往楼顶 而他们则带着剩余士兵留在楼下防守 在见到撒旦的第一时间 士兵第一个没忍住直接冲了上去 但下一秒差点就被甩出了楼顶 此时耶稣也蓄力完成 直接和撒旦缠斗在了一起 知根知底的两个外星人打得难舍难分 好不容易爬上来的士兵向下望去 却发现留守的同伴已经全军覆没了 而这剧烈的爆炸声也吸引了撒旦的注意力 耶稣趁此机会直接一拳命中了他的胸口 将他的生命核心取下后 士兵也看准时机将一枚灵弹塞进了他的胸口 这才将他彻底的解决掉 在撒旦死后 耶稣也发动了他的超能力 看到所有被控制的活人傀儡全部倒下后 众人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耶稣却终于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原来他所做的一切只为借助人类的帮助除掉撒旦 这样他就能够独自占领地球成为唯一的神 恍然醒悟的神使趁机捡起地上的匕首刺向耶稣 但下一秒在耶稣的超能力干扰下 匕首却捅进了女上校的身体 愤怒的士兵直接朝着耶稣开枪了 但毫发无伤的他直接将所有人幻化成了士兵父亲的模样 就在士兵分不清谁才是真正的耶稣时 神使却敏锐地发现了他的真身 直接带着他一同坠下了大牢 就这样 被称之为神的耶稣竟握尼玛地摔死了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时 天空中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缓缓现身 殖民飞船的降临让所有人彻底的绝望 随后飞船的舱门打开 但意外的是任命的他们并没有等到侵略者的出现 仅存的三人试探着走进了飞船内部 这才发现无数的外星人还处于休眠状态 但休眠舱的计时器已经开启 如果到计时结束后这些外星人被唤醒 到时候一切就真的结束了 士兵果断地朝着休眠舱射击 但面对着数以百万计的休眠舱 三人再一次地沉默了 此时女队员突然留意到了身下的管道 她试探着用斧头将管道劈开后 这才发现这竟是维持他们呼吸的疏养管道 随着管道的破坏 周围外星人在短短几秒后就全部窒息而亡 看到了希望的三人立马开始分头行动 在三人的通力合作下 很快就只剩下最后一条管道 可就在她举起斧头时却突然愣住 原来这些休眠舱内竟全是外星孩童 就在三人犹豫的一瞬间 休眠舱的倒计时结束 所有的舱门被统一开启 最后 无数的外星小光头出现在了三人面前 没人知道他们的命运究竟如何 也没人清楚地球仅存的三个人类该如何抉择 因为电影到此结束了